Hello,大家好,我是米开 那么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第703题 Case Logist Element in a Stream 那这道题呢就是要在这个流当中去找它DK大的值 那么它不是很简单的就是一次操作 这道题目算是有一个外条件 就是说它会不停的去add 就是说添加值之后呢 你依旧要去返回它DK大的值 因为是要寻找DK大的值嘛 那我们第一的反应啊 就是最天然的反应 就是说直接去排序它 那找到DK个就可以了 那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直接这么做呢是可以解的 但是呢我们要关注好 它是要求DK大的值啊 那么实际上我只需要去找到DK大的值就行了 我并不需要去排序整个所有的东西 我只需要它DK大的就可以了 那我既然只需要它DK大的 实际上我只要维持这个 从DK大到最大之间的这些数字就可以了 那下面那些小的值我都不需要去关心 那比如说我最大值是这边DK大 比如说是K是等于3 就是第三大的 那么4582它里面前三大的是854 那么我只需要维持4以上的值就可以了 后面如果再加了一个2的话 其实并不影响我的结果 只有出现超过我的当前最小的DK大值 就是我的DK大值 如果是作为我当前最小值的话 比它小的值呢都不会去影响我当前前K个值的排序的啊 然后只有比它大的会影响 那影响了之后呢 我只是要把当前的最小值呢去给它筛掉就可以了 那这道题的思路呢大概就有了 我去维护啊前K个值是作为排序的 比如说这道题呢就是854啊 然后呢之后呢 再进来的值我只要去跟它的这个最小值去比就行了 如果比它小就不用考虑 如果比它大的话就添加进来进行一个重排序 然后把最尾巴的值呢给排掉 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我是需要一个就是从最大到DK大值的排序 那这个的排序呢有很多方法 你也可以快速排序去排到一半去给它调出 那么我这里呢使用的是堆排序啊 那么这个堆排序的话我就做一个小堆 然后呢我的堆顶呢就是我当前的DK大的值 那我堆底呢就是我的当前最大值嘛 这样的话我每次堆顶就是我当前的 其实是我当前的最小值 也就是我当前DK大的那个值 因为我保证我的这个堆呢它的大小是K 所以说出现它小值呢我就不会加到这个堆里了 然后出现比我当前这个堆顶的值要来的大的值呢 我就加到这个堆里面 然后把我堆顶的值呢给涂掉就可以了 那大值的思路呢也就是这样啊 我如果是大于当前DK一个值的值 那么我的DK大的值呢就会被刷新了 那如果是小于DK大的值 那么这个DK大的值是不会变的 所以说我不需要去入堆 那因为只有add操作没有删除操作嘛 那所以我最多呢只需要去保存前K一个值就可以了 那这个方法就是使用小堆 那维持前K大的值我一堆顶就可以了 那么也就是我该堆的最小值 那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那么看一下代码怎么写 首先呢这个priorityq建立一下 然后in k做我的DK大的值嘛 然后我把这个DK大的值放进来之后呢 我实际上就是要做一个这个初始化 这个k呢是等于这个k就DK大的 priorityq呢要定义一下 就给它这个做一个reference 之后呢做一个循环 那么我的priorityq开始加值 最后呢每加一个值呢 我就要做一个这个操作 那为什么要就是单独写出来呢 就说要把它截偶啊就是保证你每一个block只做最小的功能 那么我这边去截偶出来写到另外一个函数里面去了 那么我这个maintain key lens呢 就说如果我当起的priorityq它大于了k 就说它的这个堆的大小啊超过了k了 那么我只要把堆顶的值得呢给它排掉 这样的话我可以保证我的堆顶永远是我DK大值啊 进行完这个操作呢 我这个键堆就键完了啊 键堆键完之后呢 我需要去做这个add操作 那我每次加值呢我也是一样啊 就相当于去做一个maintain key lens 然后做一个操作 然后呢我每一次呢 就是进行完这个操作之后呢 我只是要去看我堆顶的那个值就行了 那个堆顶的值呢就是我当前dk个值啊 dk大的值啊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啊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 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谢谢大家